好静怡刚刚讲到这个 民进党开始追赵少康的财产跟发财数 然后邱毅也在控告赵少康的发财数 而且邱毅这一回合是跟侯友宜的阵营杠了起来 那主要杠了起来 事实上是有一个网路的YT平台叫做比特王 比特王现在的订阅也有70万 所以他也是一个流量大的大台 他事实上这一波是相对讨厌侯友宜的 他主要内容都是这个 但他今年很多的内容是相对友善柯文哲跟挺柯的 所以呢邱毅以及毛家庆控告侯友宜跟赵少康正宁的这个官司 也可能使得网路的大战更加的混乱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说比特王的好朋友们 就是包含有这个邱毅啊毛家庆啊等等 其实最重要其实他们也是需要这个网路的流量跟声量 因为毕竟这个邱毅等人他们也就进不到 进不去所谓这个郑南军里面 所以他们为了要存活 那你觉得他这样战术有没有用 是有用的 因为在这个礼拜 所谓斗内的排行榜 第一名是民众之声嘛 接下来就是这个朱学恒 加载在一起的万事通 然后再来就陈亲茂 陈亲茂就是非常重要的所谓这个韩家军大将 然后毛家庆 这些人都赢过了馆长 那比特王是排行第八 所以可见比特王非常的重要 那他当然是透过去跟这个所谓国民党去做这个争吵的 结果可以获得最大柯粉的流量 因为为什么 因为大家知道 其实韩粉部分已经早就回流回这个韩国瑜的身上了 韩国瑜已经把他的心带给侯友宜了 韩国已经号召过 但是你要知道 这个邱毅等人他们不断的 在这个比特王等相关的频道 还是跟大家讲 柯文则是有可能最后一刻 是获得这个韩国瑜的支持 其实他们也一直在放出这样的声量 那从哪里看出来 你要知道以前所谓的民众 因为民众是第三 所谓我们要走这个新的政党的这个形象 从来不会拿国旗 我们2020是没有人拿国旗的 甚至在柯文哲在竞选台北市市长 两次我们从来也不会用国旗 因为我们认为国旗是国民党的象征 但是你要发现 这个当这个两个礼拜前就有人传出来说 他们要用这个国旗来做这个 所谓在街头扫街啊等等 其实很多人不相信 甚至很多这个民众党的内部的人还说 怎么可能不要乱传这样 结果你看 所谓这个双北 双北的这些议员啊 小小鸡们 他出来在这个台北市 这个车站前面做宣讲的时候 你看他们手上 就是拿着一个民众党的旗帜 再加上一个所谓的中华民国的国旗 那另外也很有趣的 你要知道这个蔡壁如他上个礼拜宣传造势也非常成功 那在现场你也看到非常多人也是拿着国旗这旗骸飘扬的这个状态 甚至柯文哲在最后他大进场的时候在台上 他跟现场的人说声啊谢谢 然后还非常温柔的突然间很温柔的跟大家说 如果可以的话 这个政党票方便的话投民众党 所以你看大家都没有看过这么慈祥的柯文哲 那表示什么 表示柯文哲现在会不会紧张 他们绝对非常紧张 他们在紧张什么 因为柯文哲现在的民调到今天已经跌到这14.8%了 但是你要各位要知道去年的12月底的时候 柯文哲的民调是下探12.7% 也就是说他如果再往下走的话 那就是形容整个民众党会因为柯文哲的关系而崩毁掉 所以他们现在一定要想办法支撑着所谓的这个 坑者民调 对支撑着柯文哲另外也要支撑所谓的政党票 他们的策略就是说 如果泛兰的支持者在街头上看到了这个国旗 希望他们能感动 来支持我们所谓的柯文哲跟支持台湾的这样的小党 那你大家来看到这个12月23日的这个文宣 其实这个高雄三粉团结大会 万众其心挺柯P 这个东西你一看很特别 里面完全没有民众党的logo 而且三粉非常明显 韩国瑜在上面 中间是柯文哲 下面是郭台铭 然后指标是国旗 其实韩粉他们共同的旗帜都是国旗 对那你要知道很特别 很特别的东西是什么呢 我只是来讲 像这个就是柯文哲难得出现的形势力 虽然他们今天的发言人 直接跟媒体呛很大声 说你们不要说我们没有行程 我们行程很多 只是没有告诉你们媒体而已 那我们先来看他公开的行程 那这公开的行程 可能是比我们这个未来的苗立伟 今天还要少 你看他的公开行程 少到 少到你可能难以想象 那跟众的是 大家看到这个12月23日呢 这样子的这个文宣这么早发 其实不属于民众党的场子 是属于谁 是属于曾经贸办的高雄的造势活动 好我看一下今天这个表格 礼拜三公开的行程是三个嘛 苗柏阳你今天从早上几点开始有行程 我早上七点就是在路口 好好好 然后今天是你下午的通告 你晚上还会有汤吗 对晚上还会有 那你今天总共约莫几个行程 十个八个 我今天应该至少六个以上 好好好 超过六个以上 可是我还是要纠正一下 林冠姐好 是礼拜是空的 好好好 是没有的 他今天没有公开记者 今天没有 对不对 他明天早上有一场记者会 所以很多人问我 我的通告颁表 录影颁表都比这个还要多啊 对啊 所以你看 时尚总统 送车 总统最好选 而且你难以想象 他可以站路口 柯文哲他也有区域立委啊 你柯文哲如果跑得勤劳一点 他是不是应该 赶快去帮区域立委去浮选嘛 但是你看柯文哲现在被塑造的 好像说很大牌一样 他很多的区域立委是 这个党中央是判断说 我的近人总部判断 你没什么人气 我柯文哲是不去的 所以到这种程度 我觉得就网路上都在讲 是不是柯文哲现在 我的一个称号叫做柯木山 柯木山是中国现在抖音 很有型的一个舞蹈 对非常年轻人在跳 叫柯木山 那柯木山的这个完全的名称叫做 柯文哲的目标是第三 所以有非常多的网友 现在就简称柯文哲叫柯木山 柯木山如果是10%或者20% 还是不一样啊 因为他真正的目标 已经变成立法院了啊 就是他的山哦 是多大的山 小山跟大山的话就影响 立法院行刺不一样啊 所以现在有很多种尴尬的局面 我举例来讲 当如果民众党一直把 陈昭之拿来当招牌 想要这个取得所谓这个 泛律的支持后 台独派的支持的话 那我跟你讲 拿国旗人就看不顺眼 这来黄国昌当初是怎么样 就去揭发韩国瑜的豪宅 那如果这件事情又提起来 我看这个拿着国旗的人 又会想到黄国昌的时候 会不会又投不下去 那接着你又再看蔡英文 也让过黄珊珊 那蔡英文绝对跟黄珊珊的感情还不错 那你确认确定这些韩粉 会真的会投这个政党票给 不分区给民众党 我并不这么认为 那最重要的是 柯文哲一直号称 说他即将要开这个 所谓这个KPTV的部分 那KPTV的部分你要知道 他们现在在号召什么 号召就是60个气球手 15天的接力 一人走120分钟 全程直播 从富贵角到横春 就是有60个活着的人类 要做大队接力 然后要从富贵角 从北部走到南部横春这样子 对 但是我要跟大家讲 如果60个有点虚 苗波亚办一个活动 可能都有七八百个 对 所以有很一个一部分观察 有人就问说 以前不是有柯粉俱乐部 柯文哲后援会吗 那是不是这个系统 现在都不知道在哪 因为你看光这个直播组 他在号召也只号召60个 依照如果以前传统柯文哲有后援会 或者是有组织系统的状态之下 他不需要做这样公开号召 他只要Follow告诉这个全台湾 各地的 各地的用这个指令下去 大家就会接棒 何需要号召呢 而且你们来看这个气球 我还是再三提醒 我提醒 大家画面又好看 大家又背着阿伯走 OK啦 但是请他不要躺着 第二个 不要把人放在他两腿之间 等一下他们的活动当中 弄了一个气球 然后这个气球是大型的阿伯 然后阿伯因为体积还蛮大的 所以需要一个人背这样子 所以他们要苦行背这个气球 对 有两个人撑嘛 一个人在中 但我说实话 中间这个画面不太好看 我还是希望 你自己想我还是 希望柯本还是注意一下 不要让文哲显得好像这么惨 那大家也在想嘛 就是柯文哲最近的民调很惨淡 很多人在问 到底柯本有没有醒过来 其实也非常多人在呼吁啦 就呼吁说黄珊珊 你不要再让很多人 以为柯文哲现在还是大老二嘛 重点就是说 当选战的时候 当我们知道落后 我们就应该义无反顾的往前努力 这才是对的嘛 但是你知道现在的这个 所有的民众党 或者是说 这个柯文哲的这个支持者 他们到现在都不认输嘛 不认输的状况是怎么样 一样也是在网络八卦版袭片 袭片告诉大家说 没有 现在大家看到的民调 都是假的 都是假的 都是在做政治操作 然后媒体也不站在我们这一边 所以我认为就是柯文哲 到现在还是不断的去玩 所谓的可怜重战术 甚至他的寄生重战术 还继续持续 之前想要寄生 这个国民党 现在退而求其事 想要寄生在这个韩粉的身上 我认为他到时候韩粉没有得寄生 他到时候还会再说 啊 郭台铭可能是支持我的 我认为他的这战术 一直以来都没有变的话 就会没有办法扩大同温层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宁关 我有全新的官方个人频道 叫做宁关说说看 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说说看 也欢迎大家订阅分享 按下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